所以我们想想 与此到彻头 此就是这个法门 这个道理 这一桩思绪 只有彻头 你才能够按住入入 过 如同 极乐世界 舍暴徒菩萨的生活 那就是 住真实会 住真实会的人 不一定是富有 这个主要讲正话 不一定在社会上有鲜货的地位 可能是个平民 三餐饭 勉强能维持 心地暗想 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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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挂 一行念佛 专求净土 这是住真实会 往生 到极乐世界 一切得大圆满 得到究竟真实的圆满 这就叫真实智慧 这就叫真实智慧 使我们想起 第一线老和尚 讲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记载在 隐城回路 是黑龙家 哈尔滨 吉洛斯 在吉洛斯往生的一个出家人 休无法斯 叫明国初年 这个法斯不认识 没念过书 没出家之前 坐泥水浆 很苦啊 也是感觉到人生太苦了 以后出家 出家因为什么都不会 出家之后 在寺庙里面 做义工 他做一些粗动的生活 别人不愿意做的 他就说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他别的都不会 一天到晚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时候 第一线老和尚的学生 摊取法式 是 叹徐发指的法元很殊胜 东北人 在哈尔滨见吉洛斯 吉洛斯建成了 离勤 第一仙老和尚 传一次戒 极乐是第一次开戒 传戒 借传戒 把这个寺庙的名气 打出去 道场兴旺 传戒需要义工 修武法师就来了 再戒坛 戒坛大概是两三个月的样子 再戒坛服务 做义工 当家师 就监狱 定习法师 以后他们都到香港 就问他 你能做什么 他说他可以照顾病人 就叫他 给他这个工作 戒期当中 难免 这是肯定有的 总有些受戒的人 什么伤风感冒啊 发烧啊 这些小病 都以为有人照顾 这个 这个法师 他就赶着工作 修武法师 住了十几天 他就找老和尚 照谈须学法师 照顾教师 要告假 谈须法师 有修养 到底是个多数人 讲经教学 有修养 不责怪他 来取自由 你有事情 你要离开 不难为 定习法师 没有老和尚 这种功夫 就把他教训了一顿 你怎么 这么没有定力 戒期 只有两个多月 住了十几天 来了发行 就要走 这位他 结果修武法师说 他说 我告诉老法师 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往生极乐世界 这两个老人一天呆了 你欲知识知 是的 大概多久了 不处十天 请常主给他准备 年败金匹柴 准备活化 这个 定习法师一听出 这个是从前没遇到过的 这不容易 难得了 也欢喜 戒谈戒期当中 有人往生到极乐世界 欲知识知 这是未想 跟大家作证 这念佛师真的不是假的 到第二天 修武法师 又找老和尚 跟老和尚讲 我明天就走 今天赶紧准备 定习法师就帮他忙 收拾一个房间 他又要请求 给他找几个人 帮他祖念 送他往上 这消息一宣布 就有十几个人 自动发信 来帮他祖念 走的时候 非常安详 没有生病 好生生的一个活人 实际后到了 他就让 这祖念的这个同修 大家一起念阿密陀佛 送他往生 祖念同修说 他说过去 我们只是听说 没看见过 日志时志 这种自在往生的 在今天我们看到了 至少你也给我们留几首诗 留几首记子 给我们做纪念 修法师 我是个老粗出身 没有念过书 也不会尖叫 我也不会做诗 也不会做祭子 不过你们这么说了 我有一句话 告诉大家 能说不能行 人不是真实智慧 留这句话 给大家做纪念 你们想想这句话 有道理 你一学金教 你能说自己没做到 不是真实智慧 他讲的话跟这经上相应了 真实智慧才管用 大家念佛 每一刻 他就走了 活化之后 留下舍利 都在基罗斯 谭虚老法师 以后在南方 在香港 晚年都住在香港 他往生也在香港 常常讲经 把佛祈 佛祀当中 提起这个故事 迷离大家 这些念佛陈秀了 随到屈臣 他夜深 轻眼看见这种往生的人 都是很老实的 很守规矩 心底很亲近 能吃苦 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 他都愿意干 成就都是这些人 投机 取巧 没有一个成就 所以老实 听话 真干 没有一个不成就 到极乐室就观光 别忘了 去拜一拜 修无法师的踏 不愿意干的